意外消息要來看到是今天早上七點多 在台北大同區是發生了民宅火警意外 這棟建築物的一樓是攝影器材行 而當時在充電的鋰電池是突然爆炸 接著起火燃燒 而屋主發現之後呢 趕快帶著一家老小是逃出火場 所幸這起火警意外 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大清早民眾還在水夢中 民宅一樓冒出大火 真正白煙直攥天際 消防人員火速捕水線灌咎 屋主連鞋子都來不及穿 緊急被消防人員救出 一臉驚魂未定 坐在路邊的兩個女兒 一臉驚慌身上還沾有逃命時 凿黑煙尋過的痕跡 小小的聲音啦 我有剛好聽到 剛好要起來尿尿聽到 就是充電 起火 到火就才快快下去叫我們起來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在睡覺 大家都睡覺就他起來 我們快快跑上來 沒有穿拖鞋 我們跑上來之後 他爆炸爆很大 2023年最後一天 大同驅城的路三段一間 攝影器材行發生火警 屋主發現起火後迅速叫醒 一家老小即刻逃命 除了起火屋內的六人外 消防為了安全起見 還疏散周邊十八人 幸好都平安無事 爆炸起火的就是當時 正在充電的鋰電池 超過上千顆連環爆 也讓火勢更難撲滅 客人的電池因為這個電池很爛 就他充電的時候就不行 很像就爆炸起來 爆起來就爛在那裡 就有爸爸我爸爸的電池 就一起爆炸 那我們到達以後 從五樓也救出六人 現場的民眾經過初步的評估 現場都醫師清楚 不需要送醫 吃我們的錢 燒完了 起火當下女兒只來得機 搶救出林前香 緊緊抱在懷中 但房屋全被燒毀 2023年的最後一天 實在難癌 記者王宇均 沈家明 台北採訪報導